是2萬塊 好 但是我記帳的時候 記成2000塊 那銀行呢 拿到這張票 持票員拿這張票去銀行 請求付款的時候 我說通常這種錯 99.9%都是什麼 公司記錯帳 因為公司記帳的時候 可能就一個什麼 會計人員記帳 那會計人員記帳呢 當然會計人員會有 會計主管附和 可是最多就兩個人看 這一張張票或者是 這張支票的金額 但是到了銀行之後 這一張支票會幾個人看呢 最起碼會有5個到6個 你拿到銀行去請求對聽的時候 銀行的櫃檯會看一次 銀行的櫃檯後面有一個存款 存款部門的主管會再看一次 第三個人會是誰呢 這個銀行因為我拿到的是什麼 我在華南 我是第一銀行的存款 存款但是我拿到的是華南銀行的支票 那我不會自己跑到華南銀行去請求 我會請求我會找我的第一銀行 幫我去那個所謂的請求兌現 所以第一銀行的票據交換員會再看一次 只要輸掉 那拿到票據交換所的時候 華南銀行的票據交換員會再看一次 然後再回到華南銀行的支票的清辦會再看一次 然後支票存款部門的主管會再看一次 6個人都會看錯嘛 所以如果有金額錯誤 我說99.9%都是公私發生錯誤 看錯了 好 那這是如果 所以第二種情形是錯誤 而且我說課本上面呢 它不一定是連結之後 一定是公私的錯 所以你要看到文字的敘述 我只是說現實上面來講 實務來說都是公私會記錯帳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我說銀行要記錯帳很困難 也要6個人看 整個6個人看都看走也不容易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第二種情形是發生錯誤 那這種錯誤也不用嚴重 因為付款的是銀行 所以銀行經過6人看 這種錯誤通常是可以來得及感的 賬記錯而已 公私賬記錯的人可以感 但是如果銀行看錯了 那你也不用擔心 公私沒有關係 為什麼 銀行要負責把它追回來 我明明開的是2000塊 銀行付了2萬塊 他多付了1萬8 銀行要賠你 所以公私是不會有這個1萬8的損失的風險 因為我明明開的是2000塊 我不要去只要開的是2000塊 銀行付錯的話 銀行要負責 好 所以基本上這種錯誤 對公私來講風險都很小 第三種不一樣對於怕的狀況就是5B 好 就是5B 我就是說什麼呢 好 我其實呢 你如果是公私的支票管理人員 然後呢 我自己開的支票並非常領得錢出來 可是這個支票 這個開支票這個動作 沒有因為前面要付款 所以呢 公私帳上不會金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是公私帳上的金額 現金的餘額 跟銀行存款上面的金額不一樣 那這種就是5B 好 這種5B呢就是公私費要防範的 好 那這個是我們會談銀行 為什麼會產生銀行調節表 好 因為公私帳上的金額跟現金的銀行存款的利益 跟銀行存款利益 我們的存款利益 不會相同的原因 最常出現的是時間差 然後第二個可能就是發生錯誤 那不常發生的 好 但是我們最要防範的是5B 好 這是三種情侶會導致這兩個不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呢 我們要有編表的方式去確認它 所以我們要編銀行調節表 那出塊大家學的是簡單銀行調節表 就說怎麼叫簡單呢 就說我只把這個不一樣的地方選這個 我如果公私帳上的期末現金存款利益 銀行存款的利益 跟銀行存款我的存款利益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最後能夠調節出來一樣就好了 這什麼叫簡單調節表 那我們中塊來學的呢 其實跟你未來如果你有興趣 要學的審計學是一樣的 我們要編自然是調節表 或者叫做收支式的調節表 銀行收支調節表 名算不一樣而已 但是都是相同的編表方式 這是我們中塊裡頭要學的銀行調節表 就跟出塊的概念是一樣 但是編表方式是不同 因為我們出塊裡面的編表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提前提早發覺有任何比例的可能 但是我們編自然是調節表的話就可以 從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找出可能有發生這種比例的現象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時間差可能發生的情形 好 我們都回過頭來 發生的差異的原因是三種 那三種裡面當然最常發生的是因為時間差 比如我剛剛講說公司已經看到支票出去了 然後銀行呢 因為支票還沒有去請求付款 所以我們會從我們的帳上扣掉 這種時間差會有四種情形 兩種情形是公司記帳的銀行煤器 兩種情形是銀行記的公司還沒記 好 那這兩種情形呢 各是增加或減少了 比如說公司已經開了支票出去了 好 你所以課本上面呢 就是中文書就會講說公司已記代銀行未記借 好 公司已經開了這個支票 代記銀行存款減少了寫在貸方 那銀行呢 要等到支票人來到銀行去請求付款的時候 他會借記我們的存款 好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公司把錢存在銀行 銀行存款對公司來講是資產 但是呢 銀行收到存戶來存錢 對他來講是負債 存款對銀行來講是負債 好 那跟我們一般的公司的角度 剛好是相反 我們去銀行借錢 借款對一般的公司來講是什麼 負債 但是我們的負債是銀行的資產 因為銀行把錢借給我們了 他有這個權力去把它收回來 要回來 所以對他來講是什麼 資產 所以兩個角度是剛好相反的 所以剛剛講說 我開了支票出去 我已經貸寄銀行存款 但是因為持票人還沒有拿到銀行去請求付款 所以銀行會寄借 因為他如果付款的話 他是借寄我們的存款 帳戶金額的錢上 他是借某某存款 然後貸現金銀行付錢出去 好 那另外一種是公司已經借銀行會寄貸 好 我已經有把錢存到銀行去了 最後是借銀行存款 好 我的銀行存款增加 可是因為銀行還沒收到這筆錢 所以他還沒有貸寄我們的存款以為增加 所以這種情形是公司已經寄上了 銀行還沒有寄 那公司已經寄上銀行沒有寄呢? 前面第一個我剛剛講 公司已寄貸銀行未寄借 這種情形是就是什麼? 未兌現支票 我們剛剛就有舉例過了 好 比如說公司已寄上的 好 已寄貸 已經寄貸方了喔 好 銀行未寄借了 這個例子是未兌現支票 我們已經開出去了 但是呢 因為持票的人還沒有拿到銀行請求 對現 所以這是未兌現支票 就是時間差 如果公司已寄借 然後呢 銀行未寄貸 就是我們的存款沒有增加的 這是什麼? 債途存款 好 之前我們叫做out spending check 就是流通在外的支票 叫做未兌現支票 那什麼叫做債途存款? Deposit in transit 就是我們的債途存款 好 如果我們出貸一定會用的是原文書 好 原文書裡面一樣有這些東西 好 之前那時候你知道 我們是用英文來表達 未兌現支票就是out spending check 好 那債途存款呢 就是債途存款呢 就是債途存款 好 這是這兩個名稱 那這些都是我們出貸裡面的名稱 好 這是公司已經做了 銀行還沒做的 好 再來看一下呢 那再來看一下呢 銀行有可能 銀行已經做了 公司還沒做的啊 好 銀行已寄 好 我們對著它好了 如果銀行已寄貸 公司未寄貸 好 譬如說什麼呢 銀行已寄貸代表是什麼 銀行幫我們收錢了 幫我們收到錢了 可是呢 那個公司還不知道有這筆錢進來 卻沒有寄賬 那地常看到的譬如說 我們上次講了公司 那個在講年金複利的第四章 就有講到 那一般來講 比如臺灣的銀行的現行制度 是每半年複行一次 好 國期存款 國期付出存款 這條存款 目前臺灣是不計時的 好 那國期存款 每半年計時一次 6月21號 12月21號 銀行會根據你的存款基數 去發利息給你 那公司呢 其實它不會去計算 它不會去經經經講說 我到底有多少利息 所以通常會等到銀行 錢寄利息進來了 它已經進入到我的帳戶裡面 那我才知道說 我半年的利息有多少 好 那所以呢 12月21號 6月21號 銀行已經計時到我們 存到我們的存款 我們的國期存款帳戶裡面了 那公司因為沒有去注意 沒有說 6月21號 11月21號 我趕快去看我有多少利息 一般來講 公司不會求到這種程度 好 總而言之 就是銀行已經入帳了 那我才知道說 我有多少利息 還沒計之前 就是公司未計計 因為借什麼 銀行存款的增加 銀行幫我們收到錢了 收到利息了 那我們叫什麼 借現金貸利息收入 或借銀行存款貸利息收入 那因為我們還沒有做 就位置借 好 這是譬如說什麼 貸收利息收入 對 好 它就比較眨一點了 有可能 譬如說最近很多公司在儲權儲息之後 然後再發放股息 那發放股息的話呢 因為我們也不會去注意到哪一天錢會進來 啊所以呢 我們等那個這個銀行 我們從這個公司 它的銀行發放股幣的時候 入到我們的銀行的帳戶了 那我們可能沒有去特別留意到 沒有 當地就寄了 好 那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好 所以像利息收入啦 土利收入啦 或者其他都是 其他的收入 都是這種錢會產生的 另外一個呢 是銀行借借 借借借呢 意思說銀行已經從我的帳戶 把錢領走了 但是公司未寄貸 公司沒有寄說 那我的存款就減少 什麼情形會發生這樣子呢 譬如說 好 銀行呢 幫我們帶支付費用 好 譬如說呢 公司的水電費啦 好 那我們呢 不要這個常常 因為拿到帳單之後 又去繳很麻煩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什麼 委託銀行幫我們去支付 這個相關的這個支付費用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電力公司 或者是自來水公司 把帳單寄到銀行 那銀行會從我們的帳戶裡頭扣掉 好 因為我們已經委託它了嘛 好 那扣掉了之後 公司呢 會等到收到收據 或者是我們去查 我們的存款的異動的時候 才會發現 因為我有這個支出發生了 所以就是 銀行已經從我的帳上 把錢領走了 扣掉了 但是公司還沒有寄 所以我的存款余有的減少 都會計算 那這個都是什麼 都是我們 好 都是我們正常 時間差所產生的差異 好 但其他的這種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銀行調節表 就是把這些差異呢 因為時間差所產生的差異 把它調節上去 最後呢 讓我的存款余有跟銀行對當單的 我的存款余有是一樣的 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但是呢 我剛剛講的 這是我們之前編 私然式調節表 之前編簡單調節表的時候 我們只要編出這樣子 就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私然式的調節表呢 就是不但我們的存款余有 要最後因為這些差異調節出來 是一致或者是有發生那個不小心的 好 不是故意的 發生的錯誤 調節完的時候要一致之完 我還要讓它什麼 收入 我的這個銀行的收入的總金額 跟我存款公司帳策上面的收入的總金額 要一樣 支出也要一樣 這是四個欄位 所以期初的金額 本期的存入或收入 本期的支出或者是費用 跟我期末的餘耳邊都一樣 這四個欄位的金額都相同 還沒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說 如果我們編私然式調節表 就可以發現這種問題 比如說我剛剛講 我呢 是支票的管理人員 我自己從我的 我自己開了一張支票 100萬 好 然後呢 我透過帶了張 好 然後拿到地上去 點了100萬出來 你的出來之後呢 隔了三天 我再把錢存進去 所以銀行裡面的金額沒變啊 因為我連了100萬就存進去了 所以米額是沒有 我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 但是如果我編私還是調節表 都看出這個差異了 因為銀行公司帳上 從頭到尾也沒有支出這100萬 也沒有收到這100萬 所以我的收入跟支出的金額 跟銀行的收入金額合計起來不會一樣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發現 可能發生五天了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編私還是調節表的用意 好 那我們很快看一下 私還是調節表 好 先看一下呢 稅率二先點你一個比較簡單的 銀行調節表 好 比如說 好 在180億頁呢 就給你是一個簡單調節表的 編表出來的結果 他說永遠公司在臺灣銀行 開訂一個銀行支票存款帳戶 那五對比的存款 銀行是30509 然後呢 但是銀行對帳單的 銀行是40411 那這兩個不一樣啊 那到底是為什麼不一樣呢 核對出來的結果 好 大部分都是時間差 譬如說呢 我們在5月31號的時候呢 做了一個什麼 存款3860 但是銀行沒有入帳 這個就是什麼 公司已借銀行未借代表 5月31號我已經存入了 但是銀行已經關門了 已經結帳了 所以銀行沒有收到這筆錢 好 這是這個時間差 那然後第二個呢 是公司開訂的支票裡頭 還有三張 好 這個合計的金額是5607 好 還沒請求銀行對線 好 是那個支票號碼 跟特別的金額如像 再來是銀行 所以這個是貴對線支票 公司已經開了集結支票了 公司已經奈際我的銀行儲還減少了 但是因為持票還沒有拿到銀行 去請求對線 所以銀行便從我的帳簿裡的扣票 叫做為己借 好 第三個呢 銀行貸為收到 已經到時的應收票據金額是15000 利息500 好 銀行呢 已經寄貸了 幫我收到錢了 可是公司還沒有寄上 就為己借 好 所以這是收到了 利息啦或者是應收票據收獻 這種情形 好 這是銀行已經 這是公司還沒寄上的 第四點呢 銀行淨扣5月份的手續費 對 銀行會淨扣一定是什麼 我們當時候已經答應銀行可以做這件事情了 好 所以它可以直接從我們的帳戶裡頭去領取這個金額 第150塊 所以是銀行以寄貸公司為己 好 銀行以寄借公司為己貸 這是什麼 內容發生 手續費用 好 一二是公司已經做銀行會做的 三四是銀行做的 公司會做的 好 再來呢 第五項 好 它說呢 公司有存入一筆呢 一個某人拍出來的 好 支票 好 3200 好 我說支票呢 是銀行付款 付款是銀行 那銀行付款為什麼還會不付款呢 好 銀行只是代為支付 但它的存款人是付款而已啊 那存款人如果沒有錢的話呢 它當然就是什麼 把它跳票了或退票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存款付足退票 好 如果我們以前的原文書上面呢 就是NSF Num Sufficient Fund 就是存款付足退票 記得嗎 我以前原文書的時候 就出現NSF 好 就是存款付足退票的意思 就Num Sufficient Fund 好 那個存款付足 好 就金額付足 這個付足的金額 好 這個就存款付足退票 好 有3200 那因為呢 基本上我們上次你講了 我錢存到 我如果拿到這樣即席支票 我拿到銀行去存的時候 因為是即席 銀行就要看 所有的法律絕對要件 記載要件都符合 它會寄你的存款增加 就是待寄你的存款增加 那如果關於對方 那我就說了 就像我剛剛講 我是第一銀行 我拿到台華南銀行的支票的時候 我會請我的第一銀行的配備交換元具 跟華南銀行請求付款 那華南銀行呢 如果它的發票人存款不足 它就幫你資料退票 退回來給第一銀行說 對不起 發票人沒有錢付這筆錢 好 那第一銀行呢 會在從我的帳戶裡頭 把這筆錢領出來 它不是說 欸 我一開始做存入是錯誤的 它不是更正 所以不是存款 存入的金額增加減少 不是 它是先做存入 然後再把錢領出來 好 所以呢 到時候會有的存跟吃 這兩個動作出來 好 那再來呢 所以這個是公司還沒有做的 好 因為銀行直接先從帳戶裡頭 把錢領出來了 因為存款不足 然後再第六點呢 是公司為了償付支票 開地的支票 金額是566 好 以支票上面的金額為準 好 支票上面的金額是566 但是公司記帳的時候 記錯了 記成讀566 好 這是錯誤 然後這是公司的錯 另外還有一個公司 銀行的錯呢 銀行將對付其他公司 開出來的支票 金額是3985 它從我們的帳戶扣掉 這是可能銀行會出現的錯誤 好 銀行不會 比較不會出現 這個看錯金額 但是它很容易出現的 就是扣錯帳 以前我在銀行這個 待支票存款的經辦的時候 我也發生過這樣 譬如說是1205 這個人開出去帳號1205的 結果呢 我抽到1205這個帳戶的 那個 它當作有張卡片 就是一張它的紀錄卡 看就付了 後來發現 所以後面的附和的人就要看喔 不是看金額而已喔 他要看帳戶會不會對 帳號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有可能是銀行會發生的錯誤 那我說銀行不會發生 是看錯金額 他不會把39 正確是3985 看成3958 不會 別發現這個錯誤的話 就很嚴重喔 因為當天的張明不合了 好 所以這幾個錯 這個幾個因素 我們編的銀行調節表 好 所以呢 債徒存款 我說的是公式經濟了 銀行未濟 我當然要把什麼 銀行補進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呢 銀行呢 181頁 好 181頁呢 在銀行對帳單裡面的左邊呢 我是寫銀行對帳單的金額去調節出來 右邊是寫公式帳戶的調節金額 然後調節出來 正確的余額就一個 既然叫正確就只有一個 我也有兩個的正確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呢 債徒存款啊 銀行 銀行物寄 因為銀行物寄 從我帳戶扣掉了 它不是公司的 所以呢 我們要把它什麼 要把它加回去 然後未兌新支票的5607 要從我們的商戶扣掉 從我們的銀行出貨預留裡頭扣掉 然後再來是公司帳上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 正確預額是42649 兩邊都一樣 好 這是我們出貨裡頭所學的簡單調節表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呢 我們要給自然式調節表 好 所以沒關係 如果你還沒看 沒聽到的話 你回去自己自行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因為有兩個系所有點 有事情 所以他會提早走 兩位同學提早走 好 那我們要談的是 自然式調節表 自然式調節表 182頁 那自然式調節表呢 重點是我們要知道 期初期末 一些相關的數據了 所以我們來唸一下 雖然課本上有 但是我們唸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也許呢 我從頭到尾 最後一次 可以讓你比較清楚一點 好 試了一些調節表 我剛剛講 要有四個欄位 好 哪四個欄位呢 拿這個例子來講 好 四月底 就五月初 好 五月初的魚兒 這四個欄位 公司帳策跟銀行帳策 都一樣 好 所以呢 我們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從公司 上上金額去做調節 當你知道公司帳上的金額是多少呢 50509 看一下 這邊呢 公司存款就有3059 好 那我們先從公司帳上開始去調節 那我們要做調節的時候呢 做算式調節表呢 我們的資料就不是像前面那麼少而已了 那後面有補充告訴你說 假設我要編算式調節表 第三點 180頁的第三點 好 簡單調節表那個我們已經講過 好 調節表做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做 登證或調整登錄 這次我們就快也講過 這次我們就快也講過 我們不講 我們重點就要放在30條節 等錄 只剩下半個小時的時間 好 我們這邊可能要先發那個討論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四月底有債途存款 四月底的債途存款呢 是銀行要做的 所以不是公司商業要做的 好 然後呢 貴稅新支配也是 銀行要做 不是公司要做的 好 我們自己的正確銀行頂款 是55098 所以我們假設呢 來銀行呢 55098 好 它已經是 它因為公司帳上已經把它調節到正確的 好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看一下呢 那 那 帳上公司5月份的支出是90327 好 好 公司的支出是90327 公司的支出是90327 好 同行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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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